东京奥运会上 美国南兰在总决赛中战胜法国队 完成奥运会四连冠 翻开奥运会南兰项目的历史 美国南兰自从1936年 篮球项目进入奥运会开始 它的冠军就一直被美国人所垄断 在20届奥运会中 他们仅仅丢失过4届奥运会的金牌 但是在1992年梦之队诞生之前 美国队一直是大学生球员参加奥运会 即便只是大学生队 其他国家依然难以撼动 美国篮球的王者地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高傲的美国人开始组建梦之队的呢 1936年至1968年 美国南兰包揽了全部的七届奥运会金牌 并且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南兰决赛开始以前 保持了63场全胜的战绩 其统治力丝毫不亚于后来的梦之队 而当时他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就是苏联队 这两个老援甲不仅要在经济 军事 太空等领域争个有你没我 就连体育项目上也是争的你死我活 苏联篮球直到二战以后 才开始参与到世界大赛当中 并且夺得了1947年和1951年 两届欧警赛的冠军 1952年 苏联第一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他们表现出色 三场全胜进入复赛 复赛与美国一战 美国队86比58轻松获胜 虽然输球 但苏联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连续战胜巴西 智利 乌拉圭 在决赛中再次遇上美国队 美国队擅长打快攻 所以苏联在决赛中 就采取了磨时间的战术 和美国队打慢节奏 当时的比赛还没有24秒进攻规则 比赛打了10分钟 比分4比3 上半场20分钟结束 17比15 美国队领先 比赛结束 美国队以36比25获胜 这比分你没看错 就是这么低 由于磨时间战术的出现 导致比赛观感大幅下降 不利于篮球项目的发展 于是国际篮联修改规则 控球30秒内 必须出手投篮 之后再次修改 才出现如今的24秒进攻规则 接下来的五届奥运会 苏联队可以战胜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对手 但就是无法战胜美国队 此时的苏联队和美国的差距 已经越来越小 在1959年和1963年 苏联两次在世锦赛中 打败了美国队 并且在1967年世锦赛 苏联队第一次成为了世界冠军 苏联篮强势的背后 一定要提到一个人 就是被誉为苏联篮球教父的主教练 哥梅尔斯基 他慧眼石珠 把谢尔盖别洛夫 保劳斯卡斯 布尔诺夫等优秀选手 召进了国家队 这些球员成为了六七十年代 苏联篮球的中流砥柱 其中10号谢尔盖别洛夫 是当时苏联的头号球星 率领苏联队获得荣誉无数 被公认为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 非美国级球员 他也曾经被美国的波特兰开斗者队看中 并曾经在队中参加训练 但冷战开始后 别洛夫依然回国 别洛夫是美国人的眼中钉 他的实力甚至让高傲的美国人 也不得不佩服 1992年 谢尔盖别洛夫入选了 美国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 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 非美国籍球员 也是唯一一名 从未在NBA打过比赛的名人堂球员 时间来到1972年 德国慕尼黑奥运会 这支当时号称史上最强的苏联国家队 出赛横扫一切对手 七战全胜进入决赛 与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男篮 在决赛中相遇 这似乎是命中注定一般的相遇 也注定要载入史册 这场比赛打得一场激烈 苏联队一开场 就打了美国队一个措手不及 在萨坎杰利泽的策动下 打了一个5比0 谢尔盖连得10分 让苏联队取得了19比9的领先 这是美国队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奥运会的比赛中 落后对手两位数 美国的年轻球员们想要提速 但苏联队坚持要降低节奏 严防死守 上半场最终以苏联26比21 领先5分进入下半场 下半场双方火腰位越来越浓 但苏联队还是在状态火热的 谢尔盖的带领下 维持着领先 第四节还剩6分钟时 美国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 加强紧逼 苏联队开始不适应 事物增加 领先的优势被一点一点 拉了回来 苏联队一直在苦苦维持领先地位 直到比赛结束前10秒 苏联队一次关键的进攻没有得分 苏联队想再组织一次进攻 无奈在美国队紧逼之下全球失误 美国队抢断马上快攻 苏联队6号萨坎杰利泽 情急之下把克林斯拽倒 美国队得到两次拔球的机会 此时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3秒 苏联队以49比48领先 谁都不会想到 接下来的3秒钟 会是篮球史上最漫长的3秒钟 克林斯第一次罚球命中 球场的风鸣器突然响起 苏联队主教练向技术台请求暂停 但是由于现场太吵 技术台根本没有听到 克林斯又稳稳地罚中第二球 美国队翻译50比49领先1分 美国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比赛胜利了 苏联队从后场发球 谢尔盖别洛夫刚接过球 采判才如梦方景 吹停了比赛 给了苏联队暂停的机会 此时剩余时间只有一秒多 暂停完毕 球员回到球场上 苏联队员要做最后一波 球从苏联队的底线直接发到美国队的篮下 但等候在此的队友并没有接到球 此时中场的哨声响起 美国队开始庆祝胜利 然而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历史性的一刻就在此时发生 国际蓝联的秘书长威廉·琼斯站了出来 终止了美国队的庆祝 要求裁判把比赛时间调回到3秒 重新开始比赛 理由就是当时球场上噪音太大 技术台没有听到苏联队要的暂停 场地很快被清理干净 美国人瞬间从天堂追入地狱 一番折腾以后 两队球员重新回到场上 但美国队对苏联队的最后一次进攻 并没有足够的重视 他们甚至没有派出对中最高的球员 去干扰苏联队的发球线路 而是直接跑开防守最近的球员了 苏联球员奋力将球抛出 篮球就像一道彩虹 划出长长的弧线 飞到美国队的篮下 成就了这经典的一幕 哨声响起 比赛结束 年轻的亚历山大别洛夫将最后关键的绝杀球温温投进 把最终比分定格在51比50 苏联战胜了保持36年全胜记录的美国队 这场比赛中 谢尔盖得到了全场最高分的20分 而美国队得分最高的也只有9分 美国队当即提出申诉 但最终以2票支持3票反对被驳回 这场比赛被当作最伟大的时刻 载入后来的俄罗斯篮球史 顺带一提 这个威廉琼斯出生于英国在苏格兰长大 这个绝杀方式是如此的罕见 已知多年之后 威廉琼斯也向美国篮协的官员承认 他当时只是想追求程序正义 根本没有想到苏联队真的会得分 当时美苏冷战 高傲的美国人难以接受失败 尤其是篮球 他们也拒绝领取本该颁发给他们的银牌 于是这些奖牌至今仍被保管在瑞士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里 这批美国队员至死都没有去把银牌带回家 其中有些队员甚至立下了遗嘱 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永远不要领取这块银牌 这场胜利也被俄国人视为本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比赛之一 2017年 这场比赛被拍成了电影《绝杀慕尼黑》 非常好看和感人的一部电影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一找 再说一个题外话 本届奥运会中出现了恐怖袭击 8名黑色九月的恐怖组织成员前进了奥运村 造成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 一名警察和一名飞行员丧生 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历史上称此次事件为《布尼黑》惨案 此事件之后 欧洲国家纷纷建立反恐特种部队 变相促成了当代反恐体系的建立 1980年和1984年 美苏双方各自缺席了对方举办的奥运会 这也让美苏男男在奥运会上的 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手 推迟到了1988年 这一次在汉城体育馆漫天的USA大喊声中 苏联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以82比76击败了大卫·罗宾逊 曼宁领前的美国队 最终又在决赛中击败南斯拉夫夺冠 这时的美国人才意识到 NCAA球员在国际赛场上已经没有统治力 美国不敢再轻视世界上的其他球队 1989年 非把正式解除了职业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禁令 之后 我们熟悉的美国梦之队由此诞生 可惜的是 苏联于1991年解体了 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梦之队与苏联队的巅峰对决 1992年 巴塞罗纳奥运会 非人乔丹 魔术师约翰逊 马龙 巴克利 尤英 博德等NBA巨星 联手为全世界球迷奉献了一场盛宴 为梦之队的传奇 揭开了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